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本次课我们研究一下王献之 具有独创性的书法风格的林某 那么它的独创性就是 俗称叫一笔书 也就是说它的字与字之间 点画之间连绵不断 也不是说一笔八字写出来 而是这种灌气上下灌通 连绵不断 在唐朝有个张怀冠 曾经这样来表述 王献之所创的一笔书 也叫破体 这个破体顾名思义 它其实就打破了原有 汉字的结构特点 用这种笔式的这种连贯 打破这种原有的固定状态 形成了一种叫显觉之势 那么唐章号冠是这样说的 叫非草非行 流便于草 开张于行 草又居于其中 其实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王献之 开创一笔书破体 就是借鉴了行书和草书的 两大优点 把它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就是 用草书的这种流便知识 和行书的开张知识 来综合我们形成一种 它的个人风貌 就是说它的流便 就是它的书写的这种流便状态 借鉴草书 它的开张取识 那么借鉴行书 借鉴王羲之的行书 我们曾经感觉到 这种王羲之三乱贴的这种开张 非常的这种雄强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 王献之三个贴 这种一笔书的状态 这是王献之的十二月贴 这个贴也是一个隔贴里边的选取的 那么这个贴我们看 它确实和我们刚才所说的 王献之早期作品 还是有所不同 尤其是这些连绵不断 那么前面这几个字 还是具有王羲之 王献之 这种书法风格 理事的这种连绵不断 而且 讨书和行书相扎 来进行它的这种创作 这就是丫头馆 其实我们说在写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这个走 在落在桌面上 如果说我们在林的时候 你这个走就可以随时调整 可以抬起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它 整个走和腕都要抬起来 让它写出它的这种笔丝来 就是说我们在林天的时候 不要被什么呢 腕被走所束缚 该用哪个我们就用哪个就可以 那么我们看看 就是说整个它的丫头丸 它和前面那两个 有所区别的在哪呢 它的四在 一笔书的四 但是它的联系 不是前面那两种铁这种联系的特别密集 但是它这个是在笔试的这种贯通 笔试贯通 所以说这个亚特丸帖呢 是在学习完张姿啊 王献姿以后呢 他进行一些自己的这种书写的尝试 这种尝试呢 表现出王献姿啊 这种创新精神 那么东晋呢 东晋的书法 就是个性的表现尤为突出 王献姿是这样 钟游是这样 王羲姿还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背什么呢 不背前人法度和前人的高峰 所左右 一定会通过书法的形式 来表现我自己的 对书法的 这种一往情深的爱也好 还是这种探索精神也好 他一定会是这样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名当弊这三个字 可以说是这个 雅头丸帖里边 非常经典的 也是非常有意味的这个组合 这个意味 这个三种帖呢 就是王献姿啊 他个人风貌强烈的 这一笔书 也叫破体 大家现在我们也能感受到 他破体的 这个意味了 就是他通过这个笔的联系 打破原有的这个结构状态 脏法状态 这就是王献姿给我们的 又一种书法的精神世界 这种世界呢 我们在临门的时候要注意呢 就是他的在联系的时候 一笔书写的时候 连带和点画 要有所区别 不要什么呢 连带带出来了 点画没有了 点画还是要交代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远转的笔式中呢 你还要有方笔的存在 它只不过是远转的多 方的少 但是一定要有方式在这里 要表现出 第三点呢 就是在一笔书里的一行中 一定会有一些微妙的 安静的点画或者结构 来进行调节它的 一笔书的这种外张力的补充 这三点呢 是比较关键的 这节课呢 我们通过啊 这个王献之的这三种题呢 我们对 它的一笔书啊 也叫破题 它这种独创性的书法 一笔书呢 我们进行了 临摹和研究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主要呢 研究王献之呢 它的具有个人风貌的 具有外拓笔法和 和结构的 这样的一些梯 我们在进行系统的 临摹和研究 本次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